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回到我们这个星期的新尝试Yolo街的第二节 我是Bonnie, 你的街坊主持人 上一节本来提到, 这一节本来想的题目是说Facebook 走出来的两条区块链 一条叫Aptos, 一条叫Miston Labs 的发展 不过今早想想, 再看其他新发展时, 发现我更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和我们大部分人普罗大众有切身处理关系的区块链的一些资讯 所以我把Aptos 和Miston 放迟一点 你说其实有什么是关我们的事? 因为区块链说真的, 如果不是Bonnie说, 我们可能都觉得这些是新科技不关我事 你说我要保持这个好奇之心, 尽量听听, 试试吸收新知识也好 不过其实对我日常生活也没什么用 我又不会去买卖这些货币, 我又不会去买比特币 关我什么事呢? 今集就要讲一下, 今集就要讲一下为什么关我们事 因为其实科技很多时候的发展 在最初的时候, 永远都是一些小众 community 去试, 去玩, 觉得很新奇, 觉得很有热情去做这件事 但慢慢慢慢才能从小众浸泡到普罗大众 但中间有某些位置是很重要的 某些位置是什么重要呢? 就像你之前说的, 我觉得也很有道理 就是说很多NFT 图像的东西 别人拿来用, 我怎么可以保障 我买了, 又不等我买了, 你也可以copy and paste用 其实缺少了什么呢? 缺少了其实是在法律上的保障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 不管你是什么国家 其实国家给我们很多基础建设 法律体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没有了资产的保障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生意做不成 技术发展也做不到 因为你个人没有了这些最基本的保障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什么都不安全, 你什么都不想做 所以今集我们要讲一下 由这个全球的法律体系对区块链加密货币的 完善度是行了什么步呢? 最近因为实在太多新的发展了 另外一样, 它完善的同时 其实在各行各业里面 虽然你会常见到RJP Morgan的老闆 会走出来说, 缺化这些没用的 但其实静悄悄, 它们在这慢慢起革命 究竟做了些什么 有些什么是其实很关我们 尤其是香港人的事 为什么呢? 香港你也知道, 不管 女性女士们喜欢买名牌手袋 或者名牌的一些物件 男士们也很喜欢 操下手标, 操下陆力士 但其实操这些当中 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经常都怕 虽然有二手市场的买卖 但最重要的就是 很怕买到假货 尤其是我们这么接近 淘宝的起源地 中国大陆 先说一下 法律监管范畴的一些发展 大家都知道 其实很多国家 初初的时候 都会说 这些是不正当的 不合乎我们法律要求的 但另一边 其实整个区块链的行业 尤其是在去年开始 都是很努力地出声 其实不是我们不要监管 是你只要下一套制度 你给我一条法律 我才会跟随 你都没有法律 你经常说 你在这些灰色地产 你没有法律 我怎么知道 那条线 我可以跳入一个 不在灰色地产 所以这个月 在美国方面 最大的 新闻当然就是关于 一路而说 争拗在美国方面 美国始终不知道 是否都是因为 国家的历史比较短 他其实看的 是比较表面性的 看到什么呢 最说得下来的就是 我怎么监管这些 虚拟货币 加密货币的买卖 因为看到 那些人在炒来炒去 他第一时间想 炒来炒去 我要去保障 普罗大众投资者 你买不买会不会被骗 所以一路以来 在美国那边的法律 争拗都是 究竟是由 哪个 管理者 哪个监管商 去监管 因为在公司做的都知道 喂 有新东西来 这东西是我管的 这东西不是你管的 然后对方说 不是是我管的 其实 目的只有一样就是 可以有权力的扩大 所以在美国方面 基本上的争论就是 究竟是由 这个美国的商品期货交易会 即是CFTC 管 还是由这个美国证券交易会 即是SEC 管 以历史来说 两者的分别 其实很简单 CFTC 商品期货 所源于 其实是在农业产品方面 起家 所以他们的权力 他们的委员会 都是属于一些 比较中部的 州份控制 SEC 非常清楚 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这个证券交易 证券交易 其实重心一定是在纽约 那边 证券交易所 其实规模是给CFTC 大陆 6倍 不过在这个礼拜 在参议院提上的法案里面 其实 若这条法案通得过 CFTC 将会是 做这个 在监管 虚拟货币加密货币方面 因为很明显在那个法律议案里面 写得很清楚 比特币和以太币 一定全部由 CFTC 管为商品 所以变相来说 其实 SEC 的角色 在将来来说 比较模糊 因为在这个大前提的法案里面 并没有很多细节 去讲解 究竟 SEC 的角色是什么呢 不过讲开 为什么我说 美国 好像在想 国市比较短 所以也想得表面化一点 当然也是因为有比较之下 比较之下 另一方面 在太平 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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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你就会看到 这个星期 虽然 这个月 不是这个星期 有一份 大家都没什么留意的 就是英国政府要求 英国法律委员会提出的 去做一份咨询文件 这份咨询文件 跟美国很不同 它不是由监管表面上的一些动作 买买 你买你买我怎么保障你 由谁去监管这个保障 它看得比较深层次 为什么我说它看得比较深层次 其实它在想 究竟这些 加密货币 是不是真的只是一种 代币 有空无聊的人就换来换去 其实它底层 代表了什么呢 它看得出将来的发展 我同意的是 加密代币 这些Token 甚至乎 NFT 其实它最终代表的 都是你 资产的权益 这个拥有权 和资产分配的权益 和资产分配的权益 就是这个Distribution 或者License 的权益 所以这份 法律资讯文件 反而是在那个地方 着手的 就是说个人 财产法 应该怎样 去升线 让它能够 适用于将来 所有数字资产 包括加密代币 加密资产的保障 因为它们是 无形的 是Intangible 所以它就觉得 这些Intangible 的资产 无形的资产 和传统 个人财产的 有形资产 一定有很多 不同的特征 而它们有很多 不同的特征 就会意味着 将来有很多 它们的数字资产 的拥有权 是不容易符合在 它传统的法律 私有财产法上 所以你也觉得 很合理 因为财产 其实和财产权 这个property rights 大家都会 再想一想 你会了解到 或者你也会很容易明白到 财产和财产权 其实对我们 现代的社会经济 法律制度 是非常非常关键 重要的 因此财产权 和财产的 定义 它的保证 和认受性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切身的 关系 因为我们生活在 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国家都好 其实你住在那里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它法律对你财产拥有的保障 你觉得你认同 而且你觉得 是安全的 你才会住在那里 你不会去住一些 觉得我今天买快地 明天也不知道 有个黑社会 跑来把我地 去政府那里 政府是没有这个法律 去保护我地 那就糟糕了 你一定不会住这些地方 所以如果你想想 这个资产一直走下去 它必须避不开的一步 就是由这个有形 慢慢去到很多资产 都是无形的 这些无形的资产 哪一个政府保障的法律 做得最完善呢 可以说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 你看 它将这些法律 做得完善一点 其实对它整个国家 将来的发展 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因为你也知道了 以前为什么 那么多外国公司 会在香港落地 而不是直接走入 去上海建立一个 就是当那间公司 在亚洲 以香港为 落地 但是其实你很清楚 它的生意都是 望向神州 望向大陆 因为觉得那里的生意做得大 为什么会站在香港 做一个Head Office 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 它所有写的contract 它出的合同 它就会选 它通常一定是 prefer的 就是写香港的Jurisdiction 就是说 香港法律保障的合同 很少人会一走进去 就写是由中国 法律保障的合同 所以你就会知道 这个法律对于财产 对于你的资产的权益 保障性 哪一个地方做得完善 其实对将来科技发展 吸引人财方面 也很有作用 所以这次我觉得英国 以这个咨询的方式 先推出了它现在的咨询期 其实大家若有听众住在英国 不妨也可以去看看 虽然它传闻比较长一点 咨询文件 传闻你也知道 网友和律师写的东西 传闻就五百多页 不过它也有个简短版本 所以有兴趣的人 又或者你自己 现在移居了去英国 觉得对一个 住的地方应该多些认识的话 不妨去看一看 它有个网站会简短介绍 那份咨询文件是什么的 还有它咨询期 其实是由现在 到11月的 所以你真的 大家移居了去英国的人 可以想想 有意见的 其实你是可以发表的 另一方面延伸到 如果一边商 法律开始慢慢 承认 走向成熟 如何保护这些无形的资产 如果有动息先机的商界 它一定会同时开始想 究竟区块链的技术 能如何帮助我呢 我们看到最近一辑 大家很熟悉的 这间店铺 我觉得没有香港人不懂的 就是Tiffany Tiffany 他就出了一个限量版 在以太坊的区块链上 做的限量版的NFT 那NFT是做什么的 就不是一幅画 就不是一张 Tiffany珠宝的图 他就是以这个 CryptoPunks 做主题 就说 如果你买Tiffany的NFT 你可以得到什么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权力 叫Tiffany 帮你拥有的CryptoPunks 这个NFT 去做一个真正有型的珠宝链嘴 吊嘴 如果大家不熟悉CryptoPunks 简单来明解 你想想 如果之前我们说过 Beeple 买了一张天价的NFT 6千多万 如果那张是蒙罗丽莎 CryptoPunks 这个系列 其实你可以想象它为 好像Andy Warhol 那系列的 蒙罗丽莎 这个毛泽东像 那系列的 藝術品 就是 非常有这个文化代表性的 一系列的NFT 因为它第一 属于 其中一个最早的一批 NFT 所以它的代表性 就像Andy Warhol 的作品 其实你说 有时候你看到 金宝汤 或者你看到 那四个蒙罗丽莎的 印刷 你觉得有什么特别 转了不同颜色 为什么可以 卖得这么贵 但那个价值 其实就是 它代表了 那个时代的 一个文化 的起源 所以 Tiffany Nees 选择了这个 Crypto Punk 系列 也不是说 没有原因 但也是觉得 其实你说 它也挺聪明的 因为它每一个 自己出 Tiffany 那个NFT 就是 都要买多少钱呢 都要买30个 以太币 其实 就是说 一个都要 30几万港元 5万美元 以今天的价钱来说 但它其实在20分钟之内 那250个 NFT 都买了 收入就收入了 我想 对 Tiffany 来说 这些是十十岁 就是千几万美元 不过我觉得 它特别之处 就是 有两个地方 第一 就是它 能够做到的 是一个新的 营商模式 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新的营商模式 其实大家没有意义的 就是 个个都是集中 例如 很厉害 傻的傻的 这些人 就去买了30个 用了这么多30个 以太币 去买个 Tiffany NFT 把鬼 Tiffany 这些老板铺子 那些NFT 拿来做什么呢 那你就错了 内女乾坤 其实最紧要留意到一样 就是 我觉得它是一个 试水 浸着脚趾 试一下水 是一个新的营商模式 新的营商模式 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说过 如果你是不加索 或者你是梵谷 你卖了一幅画 卖了就卖了 其实 到今年 尤其是最凄凉 就是梵谷的 梵谷的 画价 生前一幅都卖不出 卖不出价钱 死后 画价炒得这么贵 其实你繁高自己的后日 是一些得益都没有 Tiffany 这次试的 我觉得大家要留意 就是 她是第一个名牌 去尝试这个新的营商模式 其实这个NFT很有趣 她出了 当然她在NFT里面 写了给你的权益是什么 我们之前说过的资产 其实NFT就是一个资产权益的代表 它其实代表了 第一你拥有这个NFT 这个NFT拥有的 资产权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 拿着这个NFT 去到Tiffany 如果你能够证明 你同时拥有 这个CryptoPunks 这张其中是 他几千个CryptoPunks 中间的一幅 拥有者 就是两个NFT合併 你给他看 他就可以帮你 以你这个CryptoPunks的样子 做一个Tiffany的珠宝吊嘴 这个吊嘴做出来之后 当然是独一无二 好了 之后这个吊嘴 除了你自己用之外 玩玩手 如果真的以这个Tiffany 的品牌来说 大家都想想 其实他几十年前的珠宝 就像Cartier 经常都会在这些 拍卖行 因为始终他有个品牌 始终大家都觉得 1970多年的 Tiffany出的某一个款式的颈链 是 我现在都会再买回的 不过买回的时候 第一 很简单 Tiffany不能再赚钱了 所以他其实在这个NFT上 试得最特别的东西就是 你下一次 如果要买出你这个 独一无二的CryptoPunks 调取的时候 当然 第二件 我刚才说过有两件事 第一就是新的营商模式 第二件事就是证实物件的真伪 就是 你不怕有淘宝来帮你竞争了 因为 很划算 第一件事 拍卖行会问你 你有没有 Tiffany的NFT 原版在这里 你是否那个拥有者 因为你没有 你拿着这条链 你就证明不了 你是真正的拥有者 这条链可能是假东西 可能是淘宝东西 所以 第二件事就是 它能够很容易辨认到真伪 好了 当你真的 比如十年之后 我就是拿着这个吊掌 我不要了 我去这个 Christie 或者Sotheby Soufoubey 你帮我去拍卖 买了它 第一件事一定要做的 就是变形真伪 你拿出你本身的拥有NFT Tiffany的NFT的钱包 给她看 我是拥有这个NFT OK 这个是真品 第二件事 就是刚才说到的新的营商模式 就是你这件真品 当然你买的时候 新的买家会要求什么呢 新的买家就会要求 我将来可能都会再拿出去买 你一定要 除了将那件实品的珠宝吊嘴 给我之外 你那个NFT 都要在你的银包里 过档 去我的银包 买了给我的 因为之后 我才可以以这个 为凭证 证明 我是真正拥有这个珠宝的嘛 好了 当你在转手这个NFT的时候 他就会有的要求 其实你当时 下一次去买卖 做买卖的时候 价钱是要进去的 为什么 因为从中 Tiffany是会继续收取一个commission commission 有可能是0.5% 有可能是1% 但是 重点就不是他今次收多少 重点就是说 如果这个经营模式行得通的话 你就可以想到 商计就会有很多 专买这些 尤其是越高级越贵越珍贵产品 的商家就会想到 去跟商 组 因为很平显 你作为第一手买家 为什么你会去 拥有这个NFT 因为你知道 下一手就算我拿着努力线 买出去的时候 别人会问 你的标就行了 我检验过了 都像是真的 都应该是真的 但是你如果拿不出 那个NFT 人家就可能觉得 我二手价就低很多了 但是你有个NFT一起买 就高很多了 不过你NFT转买的时候 咦劳力士原来 当中又可以再抽1% 这盘生意 你想想 劳力士不是真的 细世代代都可以 有一个 虽然可能那1% 是不能够 帮他维持生计的 但是那1% 可能是他每年收入的 5% 或者几个% 也好 因为你变相就说 那件货品 你精工细夺出来的货品 为你带来的价值 创造者的价值 不是一次性的 是一个长久性的价值 好了 这一集 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一次再和大家 找一些有趣的科技话题 谈 拜拜 拜拜